这一题判断极数sigma n等于1到无穷大 n分之naturologue n它的链扇性 好在算这一题之前呢 我们来复习一个比较简定法 还有另外一个是P极数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比较简定法 就是说若是sigma a n和sigma b n是两个正向极数 则第一件事若是我们发现呢 a n小于等于b n的时候 若是b n它是收敛的 就是比较大的数b n是收敛的 则比较小的这个a n呢也会跟着收敛 好就是sigma b n收敛则sigma a n收敛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情况是a n大于等于b n 好我们来看这个情况呢 若是呢比较小的这个b n是发散 则我们能够得到比较大的这个a n也会是跟着发散 那这个叫做比较简定法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P极数 就是一个极数呢 sigma n的P次方分之1 好那若是呢我们知道P是大于1的话 则这个极数呢就会收敛 P是小于等于1 这个极数就会发散 好我们就可以正式来解一下这一题了 好先观察一下本题 好那我们要算这一题之前呢 好它是n分之naturolog n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是这样子整理的 就是我们先把naturolog写出来 那同学应该知道就是naturolog什么时候呢 会大于等于1呢 很明显的naturolog当我们的n呢 是大于等于exponation的时候就成立了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要求的是在极数里头 一项一项都是整数 因此n呢我们就不用exponation exponation大约是2.71828左右 我们用比较靠近exponation再大一点点的数 我们用3好了 所以这边呢for n是大于等于3的 好保证一定都会成立嘛 naturolog n大于等于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呢 这个数呢我们就直接除以n ok好我们就除上n了 naturolog除上n 1除上n 好就会有这个关系出现了 那并且呢n分之一一定又是大于等于0的数码 ok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了 好接下来我们由p极数可以得知 我们由p极数可以得知 sigma n分之一是发散的 其中因为我们的p是等于1 ok那我们就知道如果p是为1的情况呢 是发散的嘛 所以sigma n分之一是发散的 好那根据我们的比较简定法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已经推得了 比较小的这个n分之一是发散 而比较大的这个n分之 naturolog当然也会跟着是发散的 所以我们得到了sigma n分之naturolog是发散的 同学现在可能会有个疑问说 诶我这边不是说n是要大于等于3吗 诶但是这边呢我们却是从1开始 怎么办呢 无所谓 因为它n从3到无穷大是发散的 则多了两个 就是多了n等于1多了n等于2 诶也是一样会发散 所以我们就回来了 n等于1到无穷大 n分之naturolog当然也会跟着是发散的